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这又是一局普通的星耀牌位 本来是享用小鲁般的 可惜队友已经选了射手 最后决定用张良打辅助吧 目前张良已经打了190次牌位 胜率有60 算是伟哥玩得不错的英雄战绩了 一开局就冲着对方蓝buff过去 开局张良释放三个二技能 就可以拿下蓝buff 速度比很多打野英雄都快 伟哥这么偷蓝buff已经好多次了 成功率都很高的 打完蓝 对方安琪拉和瑶居然在我方野区浪荡 那怎么能放过他们 刚好安琪拉没多少血 和活蓝buff配合轻轻松松就拿下了安琪了 看到活蓝buff要偷蓝 就过去支援 这时候刚好升到四级 而韩信也出现了 就在关键时候控制住了韩信 然后韩信就被活蓝buff踢惨了 结果蓝buff也被活蓝buff收走了 看到上了马超和花木蓝对打 又和活蓝buff一起赶去支援 就在花木蓝buff在蓄力的时候控制住了他 然后就只能无奈的被送回家去了 地方小鲁蛋和瑶在拆下路塔 张良苦等了半天 终于等到一次控制瑶的机会 瑶被控制后 活蓝buff及时赶来 又将瑶送回家了 接着顺带再把小鲁蛋也送回家 这小鲁蛋真是胆肥 这种情况居然不跑 真是有点不知死活 又是和活蓝buff配合 送花木蓝回家 不过这次人头是张良拿到的 说实话做辅助张良的输出就不高 能抢个人头还是挺不容易的 可能是控花木蓝次数比较多 在一次击败韩信后 突然被花木蓝报复了 只能说有机会 肯定要再控一下花木蓝 果不其然 张良复活没多久 又和活蓝buff配合成功的 把花木蓝送回家了 在最后发起总攻的时候 花木蓝再次被张良控制了 这次可是很惨 技能都没怎么放 就被五个人围殴暴揍了一顿 最后无人反抗 就成功的拿下了这局 看来张良和活蓝buff配合还是很给力 张良还是花木蓝的克星 所以以后看到对方有花木蓝的时候 可以考虑一下张良来压制他